哈囉 大家好 這場為你帶來的是 神族的 Ancient Lich 對上了 人類的這個 藍色人類 這是某某某某洞穴 地圖遙遠 兩個觀測塔 這樣子走 這邊走的話 通常就會這樣子走 然後 重慣力快轉 其實這種 探測距 出奇更是千篇語律的公式化 底11隻出來探 他還沒出來探 BG下來才出來探 這時候進去看到了這個 Ancient 下了瓦斯 我也下了瓦斯了 他還沒有到 由於這個 一開始我就打定要找 AMMH 所以 丟到這個位置 下BP Ancient下了這個 瓦斯在我家 這個可以有效偷還 人類科技的 這個 進化速度 有 你就只能找單線 比如說 如果你走 MMH的 打針跟盾牌的話 你的坦克就會玩很多 這也是一招 他躲在這邊 不過我有看到 看一下 然後再去看 鋪入他的行蹤 看到我放下了科技場 科技實驗室 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瞭解對手科技發展的動態 這時候我 槍兵不打了 先去隔掉他這隻探路 可能太麻煩了 要做什麼都被他知道 神族現在 抉擇 面臨戰術上的抉擇 他有看到我下了第二個兵營 他的抉擇是3BG 空間之門 他補兵 又補水晶了 好 那有時候這個 對這個熟不熟悉 就是看他什麼時候補水晶 那他這時候沒有補水晶 就是他 這個 能口數還不會提早到 在出席的時候 這方面的營運 如果越精準的話 能做的事情會更多 不過他下了涼水晶 然後 這個 那邊有在補嗎 Income time 他的 小兵數量 很高於人類 不過這是正常的 4BG 哇他這時候瘋狂補水晶 這有點造成資源浪費 這時候他的BG是真的不慘的 下了第二個瓦斯 這時候我已經完成了兩個課制實驗室 反應我正在造 同時補下來瓦斯 繼續 欸 空軍之門 他已經研發結束了 準備要 變身了 這時候我只有兩隻掠奪 其實這也是人類的一個空巢啊 神族在面臨這個 像我這種打法的話 就是先衝 把這些 科技實驗室 反應爐都做好 才開始衝兵 比較危險一點 那他如果不要搞4BG的話 3BG或者是2BG 不停的做兵的話 應該提早就可以發尾結束了 然後這也是偵察的重要性喔 這個 找一隻兵上斜坡 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大概這邊 這整個range 就可以看到 然後再做 戰術上的變化 然後第一次出兵之後 尋擊一下有VR 可以找不休者或者是 不休者打胖子很有用 找不休者或者是這個 巨像 掃兵沒有開 還斷了 太慢了 太晚回來控制這邊 他專心的打胖子 胖子太痛了 如果你是成竹的話 面對這種掃兵的組合的話 護盾爆了可以退 或者是優先打胖子 不要去打馬鈴 馬鈴的55跟胖子的125價值不同 好 這時候繼續的爆兵 這時候就是3BB的爆兵時間了 那這 人類這個時候要注意不能卡這個 人口數 要注意 這一波我衝得非常的失敗 那由於4BG空間之門的 威力下呢 他爆兵的速度不會比我慢 這時候我趕快要回家了 哇 胖子死的好慘啊 那神族這一波可以說是零損失的 因為他有護盾的關係 然後護盾回滿之後 又是一條活龍啦 這時候我必須要小心謹慎 這時候被滅了也是相當的有機會 同時我決定放下的坦克 因為我的出息暴兵已經暴不贏他了 必須要靠別的方式 這時候他已經在我們的家門口 那這時候神族是一個很好拓框的一個機會 如果是我我現在就會拓 好 或許他是要等這一波進攻的局勢而來決定 那這個斜坡的愛口 4隻 5隻 6隻 6隻 打針 打針他必退 好 打針的這個 融化神族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所以他的眼睛也到達了這個 我家齁 準備看了一清個二楚啊 不過我有下逼 這隻NCV發呆了非常久 我到遊戲的後期才發現 他在睡覺 好 這時候他會不會來開噴框呢 果然 準備開噴框 這時候我是沒有本錢去做噴框的開啟 我如果這時候開的話 他下一波爆兵我可能撐不住 因為 我們要利用這個斜坡來守 才守得住 那我們下去散開的地形的話 不一定守得住 這時候他放下了這個機器人救手 準備要做具象 這隻應該大膽的進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的視野可能看得到吧 果然要移動了 很可惜我沒有滅掉他 其實我有準備 我有看到陰影 好很可惜 我們看一下我的視角 那這邊有一個這個 是有落伍的這個影像 這就是隱形單位 好 這時候呢 我是要先做這個 一隻Viking 然後 接下來做意料體 那 我當時已經猜測他應該有開噴框 等一下 稍後就說 然後我 由於無法出去偵測 那你 像這個Dayline講的 像這種 我被鎖在家裡的情況之下 對方就很適合 是一個開空的時機 好 因為 別人無法了解 你到底有沒有開 然後 沒辦法做出正確的評估 那這個也是我一個開空的時間點 要坦克防守的話 會相當的穩固 不過 我選擇輕功 因為我知道對手剛開空 好 如果不開空的話 也是 雙方五五波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的兵力分析 這個 好 果然 對方的這個兵力 略勝於我 我如果貿然開空的話 他打過來我就再見了 第一隻巨槍出來了嗎 好 還沒有研發 喔出來了 不過他還沒有研發這個 熱能割裂槍延伸 這個非常重要 趕快加速 對 這是最重要的 對 MM盤 他現在出了具象 做這個不修者 那這個時候的思維是 我出不去 我出去的話很容易滅 所以我決定空降 那我這邊 家裡 這兩台坦克可以負責 守到一個很好的工作 那我是走這個路線這樣子 希望不要被他的眼睛看到 因為我知道他這邊有眼睛 不能走這邊 那一般從這邊進攻的話 很容易是走左邊這條路線過來 那我的進攻的話很容易走這邊 所以走這條線 相對來講是 比較安全的空降路線 那這時候不要忘記 家裡不能卡人口 他持續的做柄 因為對方被空降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回來防守 另外一個就是 嗯 跟你換家 那 等一下我們來看他做怎麼樣的決定 他發現了 反應非常的快速 那我降下來第一個選擇 是打掉他的這個 機械研究所 我不要讓他出了太多的具象 然後也打掉了這個 VR一起打掉 追了第一隻的具象 好 小心 回放 秒掉一隻具象 秒掉一隻具象 希望能再秒掉一隻 好 任務達成 我成功的削弱了他這個 VR線的兵力分布 那他現在就只剩下 BG可以產兵 那同時會 其實蓋好了主堡 因為這邊我沒希望看 我也不敢下去看 那這時候他應該是不會冒然進攻 好 因為我拿掉他的具象之後 他打不過我的MM牌 好 那這時候我可以 比較放心的開晃 好 這時候他眼睛應該到處看一下 那插這個我就是 不要讓他眼睛來我這邊看 我怎麼佈陣 甚至我這邊沒冰他也不會知道 好 這時候開了第三個分況 他錢太多了花不完 不過他放了兩個VR場 應該很快就可以把錢炸得乾乾淨淨 這時候他改走右路了 因為他要來到我的分況 那他應該有拆到我開了分況 可是我主礦的礦已經挖得差不多了 這時候這次沒挖到我就慘了 哇好痛苦啊 對方消了一根熱鏡 這是我損失的 將近500塊的Mero 因為他打掉了我一隻礦龍 又打掉了右邊的MP 那個SCV 非常的危險 對方只能退 他退的話要走這邊 他把湯給炸起來 把湯給炸起來